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华联县政府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了有爱无爱幸福共好趣味闯关活动 许县长徐正位邀请到全县的乡亲各级学校学生 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体验活动 徐县长表示 很开心看到自强国中的学生来参加活动 透过这场活动 体会遭遇不变的时候的想法 了解身心障碍者的感受 看到了现况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 最后县长徐正位感谢议员 重视友善环境和花莲的成长 并且给予县府支持 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花莲更好 要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友善 而什么叫更加的友善 小孩子从小出生汪汪落地 到从爬到会站到会走 这是很欣喜很开心的去迎接 但是人会老之后会衰弱 所以我们的腿力会越来越不好 我们会变成三只脚甚至要做轮椅 我想这是身体健康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让这个整个社会都能够理解 当你身体不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互相的关怀 互相的照顾 对不对 对不对 从你关怀互爱 我们要化为我们在生活环境上的便利 还有友善 县府社会处处长陈家富表示 到今年的9月为止 花莲的身心障碍人口 一共有两万六千四百三十五人 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点二 让身心障碍者能够享受各种权益 并且达到自立的生活 是县府重视的努力的目标 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建立友善的无碍社会 记者林杰花林士报导